我们这档节目应该叫什么 挑战6D真理半环 是不是有点太重要了 但是我太爱我 上期节目呢 我们拿特斯拉的Model 3 进行了一些测试 一些演示 这期的换个主角 理想万 其实这辆车的同样有非常多的看点 看点是啥 我先卖个关子 先去6D真理半环走一圈 走起 好了 我们现在来挑战一下6D的真理半环 完全按照特斯拉Model 3的标准来 第一把 三十进 我们来设置一下 哇 可以哦 可以哦 感觉比特斯拉 对于车道的识别能力还要强一点 Model 3会压线 这个不会压线的 虽然它动作还是会有一点点纠结 有点拉扯 但是因为这个车重心比较高 所以感觉车身摇摆动作 会比Model 3要更加的明显和强烈一点 但是完全在车道线里面 哎 这里不行了 这里不行了 第二个弯就不行了 第一个弯还是很顺的 还是有点不死心啊 我们再来试一把 还是三十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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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干脆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不是很稳定吗 嘿加油 还是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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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刚才很像 就是过在最后那个几弯的时候 转步过来了 我们再试一下三十五 贼心不死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三十五直接突破它的极限了 刚才麦老关子啊 说理想万的看点是什么 这个看点呢 应该叫设备的简陋 真的可以用简陋来形容了 双模摄像头 其中一个呢 据说只有一个是真的参与辅助驾驶工作的 另外一个主要用作道路信息的收集 毫米玻璃达也只有一个是冲钱的 那车身侧面和后面对于道路信息的感知能力就非常的差了 摄像头呢 主要是参与三百六十度全景影像 跟辅助驾驶没有什么关系 毫米玻璃达也没有 只有探测距离很近的超声玻璃达了 包括它的辅助驾驶的芯片 Mobile IQ4的芯片算定了2.5Tops 这个算定呢 现在看也是非常之简单了 因为你像特斯兰RFSD的芯片 算定已经可以去到144Tops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间的倍数 差了多少 母猪多倍吧 所以有了这样一种硬件底层的这种差异呢 理想办法能把它的车道保持做到这样 真的是让我有一点出乎意料 大吃一惊 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真的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态出去的 当然这种心态很不健康 现在6T的真理半环上呢 它可以完成整个特斯拉75%的整个进程吧 只有在最后一个近乎190度的直角弯的时候 它束手无策了 但是我觉得整体表现已经很好了 而且让我有一点吃惊的是 你像特斯拉马路3在过弯的时候呢 它虽然能过但是会压线 但是这辆理想万呢 规规矩矩的在自己车道里 虽然动作有点笨拙 但是整个过程是不会压线的 这点比特斯拉马路3做的还要好 所以综合一下 我觉得这辆理想万在6D真理半环上 可以做到特斯拉80%85%的水准嘛 以这样一个硬件基础 我觉得整体的优化条件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它在高速上用车道保持 用ACC自身巡航又是什么样呢 我们走起 好了理想万已经从高速上开了一小圈回来 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它的ACC自身巡航 和车道保持一些功能 ACC自身巡航呢 其实往前开还是挺稳的 包括对于车距的控制啊 包括对插队车的反应都蛮快的 这是它积极的地方 但是其实呢 这一套辅助驾驶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短板的 比方说呢 如果你在高速上在快车道 突然遇到前面慢车 就是你们两个速度差 差的很多 理想万它的反应呢 通常让你觉得会比较的晚 比较的极限 你就觉得哇是不是要撞上了 然后它才开始直动 虽然说它能杀得住 但是给你的主观的感觉就会比较的害怕 然后呢我来聊一下它的车的保持 理想万车的保持呢 其实它的聚中能力很强啊 你打开这个功能之后 通过两边的后视镜看一下车身和车道线的距离 两边都是很一致的很工整很板正 这个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这个车太宽了 所以你在视觉上是有误差的 你会觉得这个车太靠右了 特别是超一些大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这个车身 甚至都有挨上的这种感觉 让你心里很不踏实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开车 大家回忆一下 你超大车的时候 通常会往左带一点点方向对吧 让你跟大车流出足够的余量 那理想万在做这个车道保持的时候 可以去模拟仿真一下人这种操作真实的动作 或者说呢 像蔚来ES6那样 不要把整个这个车道保持方向盘锁那么死 你稍微介入这个辅助驾驶 车道保持的功能就中断了 给我们留一点操作的余量出来 就像蔚来ES6那样对吧 这样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是关于车道保持 最后一点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有一点噱头的这个打灯便道的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其实理想本身是很低调的 它一直在强调 你在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一定要帮它看一下周围有没有车来提醒它 为什么呢 就是像刚才说的 这个车的整个硬件非常之简单 它对于侧面和后面感知能力呢 可以说基本为零 就是近视眼 就只能靠超声波雷达看一下比较近的这个范围 所以刚才我们在环程上就遇到一个情况 明明周围有车我打灯便道 它是义无反顾的就过去了 这样变它是变不过去的 卧槽这要演变 但是这一点应该怎么说呢 虽然说它有这个功能 而且也不是很好用 但是我们还是要结合理想的这个说辞 它只是把自己定义成L2 并没有定义成L2.5 还是很谦虚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觉得可以原谅它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理想万的这套辅助驾驶 其实以这样一套硬件底子 理想万能把辅助驾驶做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已经怎么讲的 可以说 就把这套硬件的潜力差不多挖到头了 那一个方面讲 这个整个开发团队肯定是功目可没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 就会觉得这个辅助驾驶的能力 可能也差不多到底了 对未来的想象空间就不会有那么的大 就不会像什么小鹏 像特斯拉有那么丰富的想象空间了 其实这个东西就和整个车的调性是挺搭的 不管是它的辅助驾驶硬件 还是很多的方面 我们都知道理想万是在有一种比较经济的手段去做 但是它的开发团队把这样一种比较经济的硬件 这个底子给挖出来了 所以又变成一种很适用的方案 所以这套辅助驾驶总结起来 就是一个经济适用的辅助驾驶解决方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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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